昨晚拿了两斤羊肉 今天我们来包围羊肉吃 羊肉昨天拿回来 就放到冰箱里面去了 看这个柿子就不会那么鲜艳 所以给它冻生爷内 去买羊肉的时候要注意看颜色 这是南姜 我们这边买羊肉都会配一点 除了南姜 还有一个胡萝卜 一条蒜 一条葱 几片姜 小火皮的萝卜 把滚刀切块 蒜 这南姜非常的硬 不能用切片刀 很老的南姜 现在把羊肉去上味 把锅烧热一点 不用放油 倒入羊肉 开大火 翻炒一下 再来一点花柳酒酱锅 这样能够有秀的去除上味 会烧 加水 来个葱结 姜片 煮开两分钟 倒出来洗干净 所以羊肉不老 烫热之后就知道 洗净控肝水 起锅烧油 锅烧热下油 烧热把南姜爆香 南姜就用生姜代替 稍微爆香 下羊肉 多翻炒一下 让羊肉吸收南姜的味道 炒了差不多五分钟 来点点猪猴酱 炒油 翻炒均匀之后来加水 水又加多一点 我们要把它焖熟 煮熟 冰 好好拿个插锅 好的 要大的还是小的 有多大 拿多大 煮开后 夹一块南乳 再来两颗冰糖 不喜欢的可以不下 这些酱料都是带有一点咸味的 所以现在不要着急下鱼 煮一下 把它移到砂锅里 盖上盖子 煮开后转纹火 煮半个小时 羊肉煮半个小时 把萝卜放进去 羊肉除了可以包白萝卜 还可以包马蹄 竹子 不过这个季节 我们依稀没有马蹄跟竹子 满满一锅 先让它煮开 再来试一下咸蛋 如果够咸 就不用加盐了 不够咸 再加一点点薄盐 盖上盖子 再包20分钟 萝卜下去 煮了20分钟 汤汁都快干了 成熟了 菜套 把蒜放进去 先不用盖盖子了 把蒜煮一下 煮熟 就可以出锅 羊肉炖萝卜 这样做出来的羊肉 酱香浓郁 好吃 无上味 不爱吃羊肉的人 也能接受 而且 萝卜比羊肉还好吃 这个萝卜非常入味 来来来 试一下 砂锅炖了这么久 肯定香 要把蒜煮吃 要给我吃看吗 我先用一下 嗯 好好吃 吃一吃 他在这里按摔一下 你们要哀愁 你看 不来 我又会放到 我们可以照射 非常好 如果 我已经有没有 拿走